即便回到幾千公里外的臺灣 土耳其台商會副會長張敬偉 仍心系強陣災情 打開手機照片 房子倒得倒塌的塌 好在第一時間台商沒人傷亡 地震發生當下 剛好搭上飛機返台 高空中手機訊息跳不停 才發現土耳其發生強陣 第一時間內群組大家忙著報平安 土耳其台商約300人 大多住在西部伊斯坦堡一帶 有輕微搖晃 台商會長張嘉蘭居住首都安卡拉 地震感受更強烈 而唯一住在災區的臺灣人 是一家四口 強陣發生一度失聯 一小時後透過僑胞聯繫上 但住家已經倒塌 當晚全家躲在車上避難 家人全數平安 目前我們得知的是有找到安全的地方 做休息做避難 開始感覺很難過 那很快的我們就已經開始有募集物資 那募集我們一些可能經費 那有些台商或者說僑胞 甚至願意無條件的挺進災區去幫忙 可能臺灣的救援隊當翻譯 熱心台商第一時間立刻舉手報名 做志工要投入救災行列 有三人自願陪同臺灣搜救隊停進災區當翻譯 其中身為熱氣球女駕駛的NICO 七號已經跟首批搜救隊進災區 從事海鮮貿易的沈瑞智和阿比 預計八號晚間跟第二批搜救隊會合投入救災 他們就是原本都有主業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事情發生 他們就直接把主業放著 直接過去幫忙 住在土耳其長達七年 首次遇上強症 台商們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就希望能幫助土耳其人一起度過這次難關 靜新聞 許少爺 許家瑞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